現在請林委員舒芬 尋打時間為30分鐘 請 兩位院長 各位在列席出席的時候的官員們 大家午安 我是不是先請我們張院長 請張院長 院長 請問 這個看守期間 內閣看守期間部長 如果請委員去吃飯 一頓飯吃7萬元 你覺得在看守期間這麼的豪奢 這樣的作為你覺得適當嗎 我想不管什麼看守不看守 這個應該有一個比較一般性的標準吧 我覺得不管他看守不看守 請八個立委去吃一頓飯 一頓飯花7萬元 7萬元等於是1555個小孩子一餐的 營養午餐的費用 7萬元只有吃一餐 你覺得這樣的部長去吃這樣的飯適當嗎 我想這個應該有一些背景說明 不是您剛剛口頭這樣講的聽起來的這種感覺 所以有任何有合理的理由 就可以請八個立委吃一頓飯7萬元 你的意思是這樣子嗎 報告委員沒有7萬元 那到底是幾萬元 我們今天中午在喜萊登聚餐 是一般的餐會 每一個人是1680元 那為什麼有人出來講7萬元 你出來澄清了 好 那我們是有點不解 據我所知 請國民黨籍的立委去吃飯 我記得這個國民黨籍的立委 昨天前天還大聲疾呼 請部長要公告 吳建造的老舊這個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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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知道民進黨籍的立委 請你停止五年千億的這個計畫 但是你對民進黨的立委 大概是到你的這個部長室去拜會 大家都秉持著這個連結 節省的風氣 然後去跟你做政策的溝通 請問你為什麼有什麼樣的需求 需要宴請國民黨籍的立委 做什麼樣的政策溝通 需要請到喜來登 一餐吃一個人吃將近兩千元 我想主要是配合 是因為國民黨籍和民進黨籍有不同嗎 不是 我們也曾經跟民進黨的委員 表達邀請 我們也很希望跟委員們 有機會可以詳細的說明 民進黨籍的立委從來都 沒有被你請到去喜來登過 委員們表達說他們希望到部裡來溝通 那我們尊重委員 所以你邀請民進黨是到部裡面溝通 你跟國民黨籍的立委溝通 是到喜來登溝通 是這樣子的嗎 不是 我剛才已經說明過了 我們本來也是希望 我問你 你有沒有驗請民進黨的立委 到喜來登去做政策溝通過 我們本來是希望 有沒有過 我們這次有邀請 你有沒有 這歷年來沒關係 你當任部長以來 你曾經驗請民進黨籍的立委 到喜來登去做政策溝通過嗎 沒有 是 沒有 那你曾經 這是第一次驗請國民黨籍的立委到喜來登嗎 第三次 好 OK 好 部長你請回 院長 我其實不是說國民黨和民進黨 也不一定是看守不看守 其實現在是很重大的這個爭議政策 昨天才有立委要求你教育部 你要嚴守這個保護孩子安全的立場 要公告沒有建造的老舊教室的安全名 那些不安全名單 結果 部長 這些委員啊 事實上部長拒絕回應 然後在這種狀況裡面還接受部長的宴請 其實這個監督者和被監督的角色 請客跟被請客的角色 這樣的角色混淆其實是不是很適當的啦 我要監督你 你請我去吃飯 我請你要公告這些名單 你不公告還請我吃飯 我覺得這個觀感當然不是很好 OK 那我現在要問你另外一個問題 院長 今天有一個臨時看到的案子 剛剛一個判決 這個高雄地獄認為 鼎心 正義油場的總經理 是過失而不是故意給人民吃黑心油 那我深深的知道這是為什麼 為什麼呢 因為一個鼎心 鼎心集團 他的所有的案子 切割成幾個地檢署在偵辦 你知道嗎 不清楚 你一個鼎心 黑心油案 一共有七個地檢署在查辦 有台北地檢署 有彰化地檢署 有雲林地檢署 有嘉義地檢署 有台南地檢署 有高雄地檢署 有屏東地檢署 一個案子切割成七個地檢署 在分別查辦 然後呢 見數不見林 然後呢 有幾個案子完全都沒有人在辦 譬如說我直接就跟你們檢舉過 他從這個香港鼎心和正義自己用自己的名字 去香港大量進口收水油回來賣 從來都沒有人辦 他從澳洲進口飼料集牛油也沒有人辦 就是用鼎心和正義名字自己去進口 而且是這個罪證確鑿的都沒有人在辦 如果有防火牆的 譬如說叫貿易商進口黑心油回來送給他的 或者是叫台灣自己的回收 廢棄物回收廠商去收集廢油的 這個都有建立一個防火牆 責任可以推給貿易商的 責任可以推給這個資源廢棄物回收商的 他們就有人辦 然後再切割成七個地檢署辦 所以當然建樹不建林 而且當然可以把它辦成是過失而不是故意 所以我今天要提醒你 這一個案子能不能整合起來同整辦理 報告我講的澳洲的香港鼎心正義自己去進口 罪證確鑿的都沒有人辦的 可不可以整合起來辦案 讓他建樹又建林可不可以 報告委員 我們是基於檢查一體的原則 各地檢署他其實因為這個案情非常複雜 他涉及的地區也不一樣 所以他必須要分工才能夠提高他辦案的效率 分工各辦各的見樹不見林 每個地方他整合起來 你可以看出一個現象 鼎心整個油業的經營裡面 沒有一滴油是乾淨的 上從香港進口的澳洲進口的 從大越南大幸福來的貿易商去進口 台灣自己回收的 日本回收的 通通沒有一滴油是乾淨 但是如果你不整合起來 各辦各的他沒有辦法見到整個鼎心集團 來自於高層受益的經營的核心 核心其實每一滴油都不是乾淨 而且還偽造可實用證明 都偽造可實用證明 我們分工但是會合作 所有的資訊都會合作 你特徵組應該要啟動 透過八個地檢署 然後分工辦案 分自己辦個的 但要整合到 整合到特徵組來 現在特徵組只針對他的政治獻金在辦 其他都沒有在辦 所以這個變相在包庇 有在協調他們怎麼分工怎麼合作 其實這些事都有在做 各辦各的啊 見樹不見林啊 你自己辦一個 你辦一個永城的收受台灣的回收油 來送給鼎心 辦一個福隆進龍 沒有統整起來切割成破稅化 零稅化辦案 見樹不見林啊 這個這 因為日子也久了 新聞也沒有人要報 所以我是希望院長可不可以承諾 你應該雖然看守期間 這些事情 讓國民黨政權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而且讓這些行政部門 也背上了很多的壓力 但是今天你可以一向 在你下台之前 你可以整合起來 請特徵組整合起來辦案 朝這個方向去演你演一可不可以 剛才部長講得非常清楚 那個抬高檢儀在做整合的工作 分工但是也有合作 那個法官怎麼判 判得不符你的期待 不能說是因為分工的關係 資源回收商各辦各的各判各的 對於法院的判決 檢察官有不符的部分 他還會提起上訴 那都還是在切割零稅化以後的 見樹不見林的辦案 好部長你回 我沒有要你的回答 你還是在包庇啊 好我現在要請教這個 我的質詢 事實上我的質詢不是在這個 我要先講 這到底是不是一個 因為長期在人民和財團之間 選擇跟財團站在一起 所以國民黨執政的八年 是被人民唾棄的 老實說他就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但是我們到現在認為 張院長到現在 很多人認為看守內閣 到現在表現是可圈可點的 而且是還可以 對人民的訴求是有正面回應的 所以我現在要對你訴求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的六清原水的水價 大家在講說 六清離島工業區 其實基本上是單一廠商 幾乎可以說是單一廠商的工業區 那我們看到他 大家講工業用水 本來就應該要比民生用水還要貴 可是呢工業用水 事實上 BB工業區啦 還是BB是用原水啦 工業用水有兩種 一種是工業區裡面使用自來水 一種是使用原水的 就是不是自來水廠處理過的原水 那使用原水的水 也不是只有六清這樣子做 中油也有 正文水庫也有供應 所以在這個裡面呢 我們就比較這個銀館費用來講 我們看到幾幾藍和宴給六清收的錢啊 是遠遠的比其他 石門水庫或正文水庫 給其他中油廠商 看記住 中油還算是國營事業喔 然後正文水庫 所供應出去的那個工業區啊 事實上是非常多的廠商 還有其他的民生用水在用的 這個原水喔 那這個水庫 那個價格啊 都遠遠的 都比六清的這個原水 銀館費還要高 石門水庫給中油收的 一頓是2.74元 然後正文水庫呢 給這些廠商收的 給統一啦 給東富啦 台灣煙酒啦 台灣紙葉 台灣台化啦 收的大概一度的水 大概是4.679元 只有六清 是1.147元 其實很多的民間的團體 包括環保團體 一直在講 這個對六清 大家是遠遠的照顧了他 遠超過他對台灣大家的傷害啦 台灣為了六清 這一個傳奇啊 創造了一個離島工業區 專門給他 他售電 給台電 然後他依據促產條例啊 他也非常的 理解了非常多的稅 這個大概可以算到一千多億的稅的抵減 然後逐年去抵減掉 單一廠商大財團 但是環境成本是外部化的 所以啊 又給他抵減這麼多的稅 可是沒有道理 我們水電給他便宜到這樣子 他電已經是自己可以發電了 水是便宜成這個樣子 所以不斷的民間在大聲的幾乎說 對六清的這一些優惠 可以適可而止了吧 可以適可而止了吧 而且契約啊 院長你看一下契約是在今年年底 年底就到了 契約裡面還規定到 這個契約 我們跟經濟部要一個契約喔 要不到 他說契約涉及跟私契約 而無的關係啊 因為這個是水利署 跟工業局訂的契約 工業局再去跟六清訂契約 我們要看水利署跟工業局 訂的契約都很難看得到 然後要到了這個契約以後 要看工業局跟六清的契約 也要不到 那我們看到那個契約給的方式啊 是說這些有試涉到私人的契約 是無法公開 那我們來講說你當然要公開啊 院長這個水是誰的啊 水是誰的啊 我想契約裡面包含不只水價 如果委員希望要了解這個水價 背後的成本分析 他們應該充分的提供 我想問你水是誰的啊 是政府的 是財團的 是業者的 是人民的 這個問題當然不用答也很清楚 當然是政府 所以我才說 水價的成本分析 他們有義務完全的提供給您參考 他們就是不給啊 然後一定要逼到最後啊 那我們終於要到契約了 來你來看契約 我想那個委員契約 我們對於六清是非常的優待的 我們要求 他是說要有保證供水的機制啊 所以啊 保證供水 然後有任何狀況 馬上去維修 所以他的成本 比他 比我們 供應給其他 用水的這個成本還要高 因為跟六清跟工業區簽的這個契約是 一定要保障 隨時有狀況 馬上修好 如果沒有修好 他們自己去修還跟政府收錢 這個是非常的保證供水的一個優惠的條件 這個是沒有關係 但是呢 我們看到契約期滿時啊 要失效 要換約 結果現在契約期滿了 也沒有換約 那直接就自己繼續供水 然後水價是維持這個最低的水價 以原水 比原水取用的價格來講 是全台灣第一滴的 也是從一噸的水零點幾塊 調漲到現在的1.147元 你覺得這個東西 我有點關心了這個水價 為什麼是這麼低 或是說到了這個預約期滿了 可以調的一個機會沒有調 這個我請經濟部回去補充給您 我現在問 我不用問你這個太細節的 我現在問你就是說 我們對於這些財閥的 而且是高污染的產業 而且是重度消耗我們的水資源的 這一些產業 我們看到生態 我們看到了整個環境付出了重大的這個代價 我們看到了地方的養成的問題 我們看到了 吊波看起來好像農業用水用的很多 但是在枯水期的時候 事實上也都優先吊波給六青 雖然法律規定民生農業用水 水利用水為優先的位置 但是我們一樣把這個工業用水的吊波 吊波它總是第一優先供應給工業用水 在這種狀況裡面 我們看到枯水期啊 它其實是排擠了農業用水和民生用水 你看這一張表 我們看得到民生用水啊 基本上一秒的輸入量輸出量啊 大概是兩立方米啦 那這個六青是非常穩定的 大概三立方米 這個一秒的出水量 那農業用水 農業用水在每一個水庫 或者是蘭河宴裡面 每一個都是大量 但枯水風水不一樣啊 但是呢 我們看得出來 其實這整個蘭河宴其實是為了六青供水來的 所以啊 我們看到這個陽城的問題 河川激流量不足 地層下陷的問題 所以我們看到這麼多的環境衝擊之下 我們來試算一下 這個計算的成本 把設施成本 變動成本 攤體黏線 拿出來考慮 都不是很合理 那如果再記入災害的處理成本 再記入這些環境 這個衝擊 這些生態變化的這個影響 我們其實應該講說 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 依現代法 興辦水利事業的人 得興辦水利事業的成本 及合理的利潤 其實依法八十九條 都可以講說 兼顧公共利益的原則 向使用人收取費用 銀管費 要記入合理的利潤 要收取適當的這個成本的這個計算 我們要求 現在要立即換約 而且要調整原水價格的這個費用 可不可以 這個剛才已經跟您回報說 這個成本分析的資料 詳細盡快把資料準備好 攤給您看 攤題 對 攤給您看 您再看這個合不合理 我們希望哪有人六清這麼厲害 台塑那麼厲害 沒有換約 直接開一個會 就繼續照舊約 這當初的契約 也不是這樣子訂的耶 這個特權特的太大了 這個他們有沒有換約 我想也請經濟部回去了解 沒有換約 該換約就換約 沒有換約 那現在換約要換得跟以前一模一樣嗎 這也說不過去吧 這個讓經濟部再去跟他協商 我們希望真正的反應真正的成本 要付出這個該善盡的企業經營的基本社會責任 都要算進去 好 那我現在要問另外一個問題 我知道這個院長 我們在於這個看守期間很多案子以前也沒有碰過 所以我現在講這個遠雄厚龍的這個BOT案 遠雄厚龍的遠雄健康生活園區 那我要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說 現在厚龍高鐵站已經通車了 距離厚龍高鐵站三公里的遠雄健康生活園區 你認不認為這是一個非常人人都想要的黃金地段 要看當地的狀況 三公里也很長 有的時候要發展三公里的範圍也是要花很多時間 都是都市計畫實施的地區 我告訴你 它的確就是一個黃金地段 它的確是 那我現在講說 這個地段呢 剛初取得遠雄可以拿到20億公頃的BOO案的土地 它就是靠詐騙來的 怎麼詐騙我就不說了 那我現在講說 那個地方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大小通吃 通通都包庇 一路走來始終包庇遠雄 那那個地方呢 公告地價永不調漲 你覺得距離高鐵站三公里的地區的公告地價 一平方米三百元 然後別的 碧林的土地一平方米都要到兩千元三千元 這裡是永遠不調漲的公告地價 三百元 然後公告限制還從原來九十九年的一千六百元 調降成一八百元 你人家都調漲成五千元了 他還從一千六條降到八百元 這個應該是蠻有趣的吧 當然這個是地方政府做的 不是你們搞的 那個時候有什麼樣的背景我不清楚 所以不便下定論 這不合理嘛 現象不正常嘛 院長你可以承認這個現象不正常吧 這個只能說要瞭解背景資料以後才好講話 你當然不知道 你這樣講你就不知道了 你這樣說要瞭解背景資料 你什麼都可以不用詢答了 我告訴你不正常 然後我跟你講 遠雄的趙騰雄我們看得出來 從A7的合議住宅 八德的合議住宅 到這個新竹的營改 他都認罪 連地方法院判決行賄罪無罪的 他都認罪了 法院認定無罪的 在二省他都認罪了 所以冠刑的賄賂的償犯 他就是賄賂的償犯 從這個地方政府到中央政府 那這個案子是假借一個 國衛院的這個癌症研究中心的這個計劃 然後一個計劃國發會未核定 假借這個計劃 然後衛生署當時的衛生署出了一個公文 然後叫國產署說這個確實有計劃的需要 叫他核定給他出租21公頃給他 所以整個BOO案是詐騙的 詐騙走的 所以我們看到去年年底 衛福部也發了一個公文 他們認為說這個第三點 癌症研究中心計劃沒有獲得行政院的核定 然後趙萬治醫院他們假借這個計劃 然後說要蓋醫院 這個醫院自始至終到現在 從民國97年到現在通通沒有動工 整地再整地本來今年年底應該要完工了 要俊成的現在都沒有在動 所以他們衛生衛福部也認為這個計劃 其成落差甚大 很有問題 大家都知道 遠雄財務出問題 遠雄財務出問題 一個賄賂的常犯 財務出問題 想方設法要拿錢 他把這個BOO案 他自己沒錢蓋不了 這個計劃會被取消掉 這個BOO案也會被解約掉 所以他拿這個案子出去兜售去交換 找了一個很有實力的中霸天叫蔡長海 現在找中國醫藥大學來 找這個亞洲大學 蔡長海集團 我們看一下蔡長海集團 所以啊 我們看這個蔡長海何許人也 所以教育部的官員 很多啦不要講所有 很多教育部的官員 衛生署的官員退休 就是跑到這個亞洲大學 和中國醫藥大學去啦 所以有人說 亞大和中醫大是 教育部和衛福部的退府單位啦 有部長級的 有署長級的 有署長級的 有副署長級的 副署長 署長楊智良 副署長楊漢權 副署長陳英寧 副署長石藥堂 副署長戴貴英 健保協會主委吳凱勳 健保費 健保費協會主任委員 劉建祥 健保處專員 每個人 每個人 只要一退下來 就可以跑到那裡 去奸 去奸拿 或者是去擔任專職啦 教育部部長 黃榮春 政務次長楊國士 主任秘書 吳聰能都學 專委 人事處副署長 所以我要講這個是說 蔡長海的亞大 跟蔡長海的中醫大 當然勢力很龐大 你相信有這麼多的高官都在這些學校任教 勢力不龐大嗎 但是我要跟院長講 這是國家的名氣 國家的土地 國家的東西 不能任由財團 私相收受 不能任由財團 偷天換日 該解約就解約 該收回就收回 該拿回來就拿回來 你不能讓趙騰雄因為財務危機拿出去兜售給蔡長海 然後要偷天換日 因為如果你的基金會 該醫院的基金會一換掉 這個原來的開發案就無效了 所以啊 我要舉一個例子啊 是你們現在的 部長 你們現在督導醫院業務的次長是誰 林鄒言走了以後是誰 目前是許明能 許次長 許明能 許次長 在2月15號 出席陳超明委員研究室召開 一定要幫助趙騰雄偷渡給蔡長海的中醫大的案 出席協調會裡面他講到 他們說 他們想出一個方法要生米組成熟飯 他說 先蓋醫院生米組成熟飯以後 我們再把遠熊基金會改成教育法人的中醫大基金會 然後 這個會讓國產署被迫接受 然後繼續租這個土地給他們 這個許明能說 誰出資幫忙蓋好醫院的公益法人 你們先到法院去公正你們兩個的出資關係 然後有保障了 蓋好了以後 董事會解散 再換一個新的教育法人 然後再把醫院捐給教育法人就可以了 請問院長和部長 你們一個許明能次長已經是前科累累 現在連蔡長海跟趙騰雄的案子都還要插上一手 然後你們的你們的次長可以說 知法犯法支持生米組成熟飯 然後護航財團偷天換日賤賣國土 這個人還可以繼續處理主導這一個業務嗎 我要請部長和院長回答我 叫許明能不能插手 就這個個案完全不能插手 然後甚至從大同甲油案到頂心肺油案 差一點就被監察院給彈劾的人 事實上也不能再繼續在那裡護航財團 要下台以前趕快護航財團 這樣子適當嗎 這樣的次長還能當次長嗎 跟委員報告 我得到的訊息應該不是這個樣子 也就是我們這個陳超明委員 關心這個遠雄 因為那邊的醫療資源比較缺乏 所以他關心那邊的醫院見得成見不成 所以找我們衛福部的相關的同仁去商議 那不管在商議談各種的可能性 目前都沒有一個決定 那我給他們的一個基本的指示 就是通通都是要依法作為 絕對不可以違法 部長你講的是你介入之後的 2月25的協調會 2月15人家有錄音檔有逐字稿 許明能 許明能就是支持 掀蓋醫院生米組成熟飯 法人再改成教育法人 原來的趙騰雄的遠雄的法人 基金會解散 重新董事會改選 再改名字 再把這些資產捐給 蔡長海的中醫大 這樣子逼迫國產署生米組成熟飯 非接受不可 當然國產署是不一定要買單 但是一個次長 在委員協調會這樣子說 我現在沒有叫你做辦他什麼 只希望你 叫他要調離 不得再監管這一個個案的職務 業務上他不能再負責可不可以 那個委員您這個詳細資料交給我們 我們來處理 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我們就是希望這樣子 當然蔡長海對於教育部的控制能力也是很大 有這麼多的退休的官員都在那裡 所以我們不希望啊 偷天換日 把國家的土地 讓財團 要倒閉之前 還能夠代價而沽 拿去交換 把乾要回來的東西就要回來 你知道嗎 上一個會期 毛治國院長還在的時候 我跟他講了這件事情 他說要調查 所以他叫衛福部主責去調查 衛福部調查的時候 叫遠雄烈席啊 出席啊 當時法務部的主任檢察官說 一個疑似弊案要調查 怎麼 弊案的行賄的業者代表 還可以出席調查案 當場的主任檢察官表示抗議 有足字稿 有錄音檔 所以委員那個 所以我要告訴你院長 衛福部到現在已經半年過去了 調查報告沒有給我耶 沒有耶 有給你嗎 這個 有給行政院嗎 第八屆總質詢 這個 這個過程我沒有涉入 但是今天委員既然提了 第一我回去把 第八屆委員要求的事情 做到什麼地步 了解清楚 第二 委員你現在手上 如果有新的資料也請一併提供 我們都會一起回去了解 好那我做成幾個訴求 第一個 我們立法院有提案 委員會正式通過 這個 在監察院有調查報告出來以前 衛福部對於遠雄所提的計畫變更案不能審議 這是立法院通過的決議 請嚴格的謹遵這一個原則 第二個 許民能不得插手這一個業務 不能再插手這個管理 第三個 國外財產局也行文給衛福部 到底你們現在核定的醫院面積是多少 據我們所知 醫院的面積大概不需要一公頃 兩千坪 所以為核定計畫為核定的部分的土地 國產署要先行回收 第四個 這個BOO案自始至終無效 所以我為什麼要這樣子 一追再追又追 而且非要到這個層級來 跨部會 從中央到地方 賄賂一路走下來 始終如一 而且從中央到地方 一路就造假的在護航 從中央到地方 而且跨部會的在協調 好 包委員這個 我目前沒有任何爭議 有什麼賄賂啊 富航沒有這個事情 所以喔 檢調 我們也希望把案子送給檢調 請請在那邊 提供檢調 檢調來教授沒說嗎 怎麼會有這種制裁 怎麼會有這種制裁 叫一家政府主管 好 逃避行程序 然後呢 選擇國家的法律 怎麼會有這種制裁 謝謝林委員 謝謝張院長 那我們下一位 請將委員啟程 諮詢 尋答時間為30分鐘